弟兄姐妹 早上平安 可以说话 不可以唱歌 弟兄姐妹 早上平安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段经文 出自诗篇第78篇 第1到第4节和12到第16节 这段经文我给大家念 我的子民要彻听我的讯会 竖起耳朵听我口中的言语 我要开口说比喻 我要解开古时的谜语 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 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 我们不要向子孙隐瞒这些事 而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 并他所行的其事 诉说给后代听 他在埃及地 在属安田 在他祖宗眼前施行歧视 他把海分开 使他们过去 又叫水立起如雷 他用白云 他白日用 云彩 中夜用火光引导他们 他们在 他在旷野使磐石裂开 多多给他们水喝 如从深渊而出 他使水从磐石涌出 叫水如江河下流 我们该读的这段经文 诗篇78 是一首相当特别的诗 诗篇78 是在所有的150首诗篇里面 是第二长的诗篇 他也是所有的诗篇当中 非常少数 写作对象不是上帝的 一般的诗篇要不是赞美上帝 就是人对上帝的祷告 但是呢 这首诗篇却是对人的训悔 就是一个教训 因此 有人将这首诗归类为一个训悔诗 当然 从第1到第4节 刚刚我们念的 有人就看到有真言的影子 就是你要开口说比喻 要解开古诗的名誉 这个是很像真言的风格 因此有人也认为这是一首智慧诗 当然这首诗如果你接下去读下去的话 你会发现整首诗里面 讲述了以色列人以前的历史 所以有人将这首诗归纳为一首历史诗 你看到这样一首诗有这样不同的归纳 我们就看到了这首诗的一些特点 也看到了它的丰富 这就让我们来看这首诗到底在讲些什么 从第1到第4节 基本上诗人就在说 我要讲 甚至我们都要讲 你们要听 而且世世代代要讲同样的东西 世世代代都要听同样的东西 当然这样的表达 谁都看出他的说的内容是很重要的 那他要讲的是什么呢 第2节他说我要讲比喻 要解开古时候的谜 但是你读完整篇诗篇78你还是没有看到有什么比喻 也没有什么谜 怎么一回事呢 当然 这一方面可能就是他用智慧书的风格 来用了智慧书常用了比喻 谜语这样的词汇 另外一方面 可能对诗人来说 这些历史的事件 就像比喻和谜语一样 需要诠释的 就是你需要解释他 你需要将他的含义 带出来 让人家听了可以明白 所以基本上 诗人的意思就将他们祖先 所经历的一些事情 给一些神学上的诠释 然后赋予他世世代代的子孙 世世代代的读者 在他们的信仰上都有意义 所以 第一到第四节 诗人就定下这个诗的一个基调 一个方向 然后15到15节 今天我们略过了 他只是进一步的强调说 不要让后辈 犯先祖所犯的错误 然后从12节开始 到全首书的结束 就是在讲他先祖的历史 包括 以色列的 北国为什么会失败 上帝为什么拣选南国 我讲这些历史的目的 有一个 在第4节就是说 是要见证上帝的美德 和他的能力 他的大能 前面说过 七十八章 诗篇七十八很长 有七十二节 今天我们不会讲到完 我们就按着 教会的全年读经表 为今天所定的这几节 就是第1到第4节 12到16节 我们在这里一起分享和学习 前面4节我们稍微看过了 我们从12节看起 12节说 他在埃及地 在索安田 在他的祖宗眼前 施行了歧视 从一开始 诗人就提起埃及 对诗人当时的读者来说 甚至对我们今天来说 上帝对他的先祖在埃及的事迹 都非常清楚了 他也没有讲太多的细节 但诗人再次提起的时候 就像前面所说的 这些事情需要解释一下 先说埃及 埃及让他们想到的是什么呢 是想到他们祖先 是在本来在埃及这个地方 是做奴隶的 然后呢 上帝第一件事情所做的 就拯救他们的祖先 从那个为奴之地 从埃及呢 带了出来 如果当年上帝没有做这样的事情的话 到今天 在他们在读这段诗篇的时候 他们可能还在埃及做奴隶 然后这里要提到一个地方 就是索安田 索安 在初埃及的记载里面 没有提到这个地方的名字 但是从地理或从其他的文献 从其他书卷 我们知道索安指的 就尼罗河口 三角洲的地方 也就是埃及的 东北的地方 也很可能就是 在下面13节提到 上 上帝把海分开的地方 就初埃及我们很熟悉的 上帝把海分开 在那里上帝展现他那大能 让他们走过干地 逃过法老军队的追杀 所以 这里解释一下 因此 诗人在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 他提到埃及的时候 他要带注的就是 上帝以大能 行神迹 去世拯救 接下来 第14节 上帝用 白天用云柱 晚上用火柱引导他们的祖先 就说 上帝在拯救他们出来之后呢 没有让他们在旷野自生自灭 在那边漫无目的 在旷野到处走 成为游牧民族 上帝对他们的拯救 是有目的的 他会继续带领他们 直到 他要带他们去到的那个应许之地 那个目的地 这里有 白天用云柱 晚上用火柱这样的表达 这样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上帝是无时无刻 在带领着他们的 上帝的带领不是有时有有时没有 琢磨不定 而是随时随地 一天24小时 一星期七天 一年365天 都在带领 当然这个带领里面 也有保护的意思 我们也看到上帝的心思在里面 怎么说呢 云有什么作用 在旷野太阳很大很热 云能够遮蔽太阳 让人白天在旷野 不止暴晒与猛烈的太阳之下 夜晚 有火的光明 让人有安全感 也可以驱赶野兽 让他们在夜间睡觉的时候 不会被 野兽的攻击 当然圣经没有说这些细节 但是你想想 云在白天的功能和火在夜晚的功能 我们就可以推想 一下 你想一下如果倒转过来 白天上帝给的是火柱 夜晚给的是云柱 那有什么作用呢 白天已经够亮了 你再多一个火柱做什么 难道是要你BBQ可以吃肉吗 大概不是这样子 那云 晚上有云 但你没有 亮光的话 云你也看不到啊 怎样带领 所以 这里提醒我们 圣地为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他用了很多的心思在里面 只不过他没有 直接的告诉我们 也因此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都要去 用心灵来感受 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 所做的 东西 所以这里提到 上帝 拯救 上帝也带领 上帝也保护 不但如此 接着下来还说 上帝还供应人的热肠所需 我们知道 摩西曾经在旷野 牧养40年 所以他对旷野 非常了解的 他知道怎样在旷野 这样恶劣的环境里面 生存下来 但是 在旷野里面 你要让几万人 生存下来 却是另外一回事 要保住 几万人有水喝 有东西吃 够你伤脑筋的 哪怕是那个文武 双全的这个摩西 带领他们 他也绝对做不到 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第15节告诉我们 上帝在旷野用磐石裂开 给他们水喝 然后 2427节下面也说 上帝从天上将上玛瑙 招来安存 供他们食物和肉 解决他们生存下来的最基本需要 而且如果你仔细看 诗人如何形容整个事件 你就会发现 上帝供应不只是勉强的饱足 而是丰盛有余 他说 磐石出水向深渊而出 16节说 水如江河下流 深渊是什么意思 深渊的意思就是深海 就是说这个水源 它的源头有深海那么大 那么的多 涌出来的水 是涌出来的 不是慢慢滴慢慢流出来的 所以你永远不用担心不够水 然后24节后面他说 降肉像雨 多如尘土 降飞鸟多如海沙 同样告诉我们说 上帝的供应远远超过他们所需 多不胜数 基本上说 上帝 不但供应 而且他的供应是非常丰富 让人没有担忧的 前面说了 上帝以大能显神迹拯救 然后他无时无刻都在带领 都在保护 而且 供应人的所需要的一切 丰丰富富的供应 这一切 和我们这些信主的人 灵性成长过程 是不是很相似呢 首先 上帝是以大能拯救我们 从我们来讲 我们信耶稣得救 我们是很轻松的 我们不需要做太多的事情 我们只需要真心诚意 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 和生命的主 就可以了 但是对上帝来说 却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他需要牺牲他的独子 耶稣基督 让他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三天后 以大能显一个大神迹 才让耶稣复活 来完成他救赎的工程 以福所书一章二十节就这么形容 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 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里复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以为救赎你是很轻松的事情 要让独生爱子经历死亡 已经是不容易的事情 之后还需要用大能大力来使耶稣复活 彰显这个大神迹 那以色列人 因为看见了红海分开 而亲身经历了上帝的大能 那我们呢 是不是有因为看到天父使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 而自己深深的经历到上帝拯救自己的大能 你会不会因为这个大能来赞美他 来感叹他的奇妙恩典 然后 你信耶稣之后 你与天父上帝的关系 是不是有越来越亲密呢 这些当然我们讲的就是我们灵性的成长 你是不是发现自己越来越了解 天父的心意 而且呢 越来越愿意按着耶稣的教导去行 我相信无论是谁 只要你真心的相信主耶稣 过了一段时间 你一定会有生命的改变 越来越像耶稣的 当然 有些人改变得多 改变得快 有些人改变得比较少 改变得比较慢 但是没有关系 只要你有心 要来 学习 越来越像耶稣 你一心要想遵循耶稣的教导 你的灵性一定会成长 生命一定会改变 当然由于我们每个人的背景能力 个性都不一样 因此改变的速度和幅度就会因人而异 不过 上帝与云柱火柱带领以色列人一样 天父他会无时无刻 都来带领你的 会按照你的进度和能力 为你安排最好的灵性成长课程 只是你要愿意被上帝塑造 他就会用各种的方法 来改变你的世界观 你的价值观 甚至你的个性和你的生活习惯 所以 你我的挑战是什么呢 我们的挑战是否 就是是否愿意让上帝来改变你 来改变我 其实 从圣经上要学到一些 上帝的价值观和做法 这些知识是不太难的 难就难在 我们是否愿意去遵循 打个比方 耶稣说 要原谅得罪我们的人 我们是否 愿意原谅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呢 其实在这方面 我相信上帝给我们准备了很多很多机会来学习的 问题是我们的做法是什么呢 我们会记恨 我们会生气 每次遇到对方一次 心里就痛一次 当然还有就想 不要再看到对方就好了 不要再接触他就好了 但是 这并不是耶稣要我们的结果 耶稣要我们的是放下这些怨恨 放下包袱 学习原谅 学习接纳 学习活出耶稣基督和平之子的属性 当我们常常这样去操练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慢慢呢 你不在意别人怎样冒犯你 你也 渐渐学会去原谅别人 体谅别人的软弱 因为你想想你自己 别人不只是得罪你 你也得罪别人对不对 因此其实我们大家都需要 彼此的饶恕彼此原谅彼此的接纳 当你愿意这样去操练你的生命的时候 你就会越来越像耶稣 你越来越能够体恤 别人软弱 也越来越能够跟软弱的人 罪人 生活在一起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命也就会越来越成熟 上帝一步一步带领我们 给我们很多机会学习成长 只看我们愿不愿意让他来带领 改变我们自己的 生命来遵行他的教导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他会不断丰富的供应我们 这对我们的灵性成长又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要了解这一点也许我们要先了解我们自己 我们人活着 生活学习工作 都要有几种的动力来驱动 而其中一种人类最原始的动力是什么呢 就是安全感或者说缺乏安全感 人会因为缺乏安全感而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简单的说过去的人类 因为缺乏安全感 他们就建造了房子 让自己晚上可以睡得安心一点 今天 有些人 因为担心 通货膨胀越来越厉害 医药费越来越高 所以他省事俭用 觉得自己拥有还不够 所以他会努力的工作 有的人会因为担心 工作被裁 因此他拼命工作 拼命的表现 为了保住他的犯网 因为缺乏安全感 而有了一些反应和行动 当然也不是什么措施 问题是在于说 当我们不小心的时候 那种缺乏安全感的感觉 控制我们的生活起居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办法很好的生活 而且会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人 打个比方 当然我讲的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所以我们要注意 好像有些有洁癖的人 我不知道你没有跟洁癖的人 一起生活过 他总是觉得什么东西都不干净了 那家里的地板一天可能要骂三次 一双手洗手的时候 他可能要洗上几分钟 拼命的挤那个肥皂洗手液 然后拼命的再洗 洗到那个皮肤都坏了 然后有人一天换两三套的衣服 然后有些甚至 因为担心灰尘从外面进来 就把门窗全部关紧紧 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吗 当然我们多数人都没有洁癖 但是我们要去反想反思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哪一些东西 叫我们感到不安 以至于我们一定要做 一定要吃还是一定要说什么东西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影响了我们自己的生活 和影响了我们身边的人 或者影响了我们和人之间的关系 从诗人的描述 当年上帝为了满足以色人 在矿也没有死水 缺乏生活资源造成的不安 上帝供应他们死水 供应他们食物 而且是非常非常丰富 所以呢 今天 我们看到 诗人让我们看到了 我们人类一个安全感的时候 他会满足我们 但是从诗人的描述里面 你看到二十三二十四节 如果下面你看的话 当上帝给他们食物给他们水的时候 他们就不满足了 将下马拿给他们食物了 他就说我要吃肉了 一样一样的要求 所以诗人让我们看到每一个问题 就你缺乏安全感的问题 解决了之后 即使解决了之后 人会开始要求更多 他显示出人心的一个不足 简单的说就是贪心 其实诗人要告诉我们的说 上帝的供应是很丰富 很足够的 尤其是上帝的子民 其实真的不需要贪 或者不需要担心缺乏 或者不够 这里当然不是说 我们因为上帝会供应 我们就可以懒惰 不用工作 当然不是这样的意思 基督徒 即使天降马拿 他们还是要到旷野去收取 你还是要做一点东西的 所以这里 的意思呢 是 你不要被你那个不安 缺乏安全感 或者你那个不满足 所控制 你的生命不要被这样的东西控制 而表现出对上帝不信任 甚至埋怨 结果就被上帝关交 我想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引以为戒 上帝会供应 人也要配合 有所行动 同时要知足 不要 没有信心的不断的埋怨 说上帝你什么时候给我 你为什么不给我 每天做这样的埋怨 你要相信上帝在眷顾你 他会给你的 这样不要被这些负面的情绪 和感受所控制 所以我们说了这样多 最后 上帝拯救 上帝带领 上帝供应 那我们基督徒蒙上帝拯救 蒙上帝带领 蒙上帝供应 我们应该讲生活 对世人来说 他提起一个很重要的 他就是说不要我们的后辈 我们的后代 犯 先祖的错 他要说的就是说 我们不要忘恩负义 我们要感恩 我们要将上帝的恩惠 美善的属性 他的大能 他的作为 让我们自己的后代知道 当然对以色列人来说 他们的信仰好像是一个家族生意 我只要父亲传给孩子就好 我不用传给外人 但是 耶稣让我们知道 这只是上帝心意的一般 因为耶稣要我们去见证耶稣基督 他自己是上帝的儿子 去见证他的作为 因此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我们要见证的 不只是向我们的后代来见证 来见证上帝的拯救的大能 他的带领他的供应 我们也要向全世界 来见证 上帝这一切的作为 那 你我的见证是什么 上帝用怎样的大能拯救你 上帝 当年 是怎样感动你 让你信耶稣的 你的故事是什么 前几天我才和另外一个姐妹 他昨天受洗了 那位姐妹 他就分享了他见证的经历 他就说 他的儿子 在小的时候 大概三岁的时候 手指被电梯夹断了 送到医院 动了手术 医生说能够 恢复到六成 就已经算很不错 八成大概最多是八成 恢复到八成 但是他不断的祷告之后 神祭断了半年之后 他的儿子的手指竟然完全的康复 他做了见证 他昨天洗礼了 这是他的故事 我告诉他 你要一辈子记得这件事情 你要记得上帝怎样拯救你 上帝怎样 施展大能让你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你要一辈子记得 那你的故事是什么呢 上帝当年如何拯救你 上帝如何一路的带领你 你的经历 经历的苦难 这次的疫情 人生的低谷 上帝怎样带领走过去 上帝是怎样供应了你呢 这样的故事 是只有你 可以去写的 你要开口 讲你自己的故事 讲你自己的见证 当然 我们讲见证的方法有很多 除了讲出来之外 你生活上刚才说过 你领受上帝丰富的恩惠 而有所改变 这也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见证的方法 就是参与 耶稣所设立的两个圣礼 教会有两个圣礼 一个是圣餐礼 一个是圣礼 两个都包含了耶稣基督救恩的最核心的信息 也就是我们信仰的信息 所以每次教会举行这两个圣礼的时候 我们都在宣告耶稣的福音 也都是在见证耶稣基督的身份 和他的作为 今天 待会我们在这里 要有个洗礼仪式 我们的宗景荣弟兄 接受了主 他愿意接受洗礼 我们就延续了私人给我们的这个上帝子民的传统 就是我们像我们的后代 并且向这世界 透过见证耶稣基督的美德和大能 他的拯救 他的带领 他的供应 我们借着一个圣礼 来做这样的见证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待会待你参加这个圣礼的时候 你就把他 让他来再一次提醒你 你自己 的经历是什么呢 你当年是如何经历上帝的拯救 的大能 以至于你信耶稣 这些年来 他是怎样一路带领你走过 生命中的高高低低 你是怎样走过来的 然后这当中 当然还有他丰富的供应 你察觉到了 这些都将会成你美好的见证 成为你美好的生命故事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借着今天的经文 还有待会要举行的洗礼 再次提醒我们 你拯救我们 带领我们 也供应我们 无论在露体 或者灵性上的需要 因此我们祈求你 就按照你一贯的做法 带领着我们 并帮助我们 顺服你的带领 好叫我们都能够成为你 忠心的门徒 随时随地见证你的名 彰显你的属性 你的作为 你的美德 你的大能 还有荣耀 我们如此祷告 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这时候 我们要进行这个洗礼 今天要洗礼的是我们的弟兄 钟景荣弟兄 我们现在邀请他上台来 我一直在洗礼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 透过圣礼中的洗礼 我们被带入基督的圣教会 我们被那路神大人的救世行动 借着水和圣灵的洗使我们重生 这是上帝的礼物 毫无代价的供给我们 我请代表全教会问你 你是否愿意拒绝这个世界的邪恶权势 以罪恶断绝关系 并为自己的过犯罪孽 邪心悔改 你是否愿意接受上帝所赐给你的自由 和权利来推杠 来抗拒 与任何形势呈现出来的邪恶 不公正的压迫 你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你全人的信靠主 依靠他的恩典 承诺把他当你生命的主为生 视线他 并以基督开放 给所有年龄 国际和宗族之人 这教会联合吗 来会众张力 你们作为基督身体的一教会 是否愿重生对罪的抗拒 和对接触的承诺 你是否愿意彼此鼓励 活出基督的样式 包括关怀这些摆在你们面前的人 请不吝点赞 那我们起来 信奉基督教的信仰 如同神的话所记载 你信上帝吗 我信上帝 你信耶稣基督吗 你信圣灵吗 我信圣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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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圣灵交换 轻浮在这水上 以及这受洗归入基督教会的人身上 竭尽他的罪 叫他一生穿上衣袍 以致他能因为基督的同死同复活 而能够与基督同享他最终的胜利 中景荣 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为你施圣喜 Amen 愿圣灵充满你 因你接着水和圣灵重生 愿圣灵在你里头动工 使你成为基督 耶稣基督忠实的门徒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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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